厂区内不满大量的自动化设备,而这些设备多数都有马达 马达中的转子状态是设备运转是否正常的主要关键 而我们透过监测转子来了解马达的状态 也就便能掌握60%到70%的设备问题关键点 厂区日常大量的转子设备,大多是可容忍停机 或是有多台背机,更换零件容易 我们可以使用RMIOTP,轻便的携带示意器以及快速建立巡检地图的功能 方便巡检人员依照地图实行定时定点的巡检工作 对于部分转动设备,由于体型巨大或是位置较偏远 巡检及配线较为困难,我们可以使用RMIOTP无线转子监测系统 系统适用于阶段性扩展的场区 以LORA-D功耗传输方式,为大型转子设备进行线上监测 厂物运营或制成的重要关键转子设备 我们可以使用RMIOT Online,有线式的系统其传输稳定的特性 能够确保线上关键马达运转稳定 搭配三轴式的感测器搜集多达20余种设备参数 持续累积特征值,为执行AI训练做准备 部分厂区因为特殊制程,设备会处于特殊环境,例如高温、高压或化学品区等 我们可以使用RMIOT-NET搭配特殊规格的感测器,执行实时监测的任务 避免因为设备异常或需要人力巡检所造成的公安危机 针对已建置MAS系统的厂区 部分重要产线设备需要有厂边用的监测系统 我们可以使用RMIOT Station,能够及时显示设备状态 并且可统整数据,回归至第三方系统管理 不知道马达异常的原因吗? SMSRC操作简单,随处即量,适用于巡检或维修人员使用 快速检测异常原因并且适用于全厂区各式转动设备机台 依照马达设备的重要程度与安装环境,实行不同的分层管理 才能够更经济,更有效率地为厂区设备进行数据化管理及落实预知保养规划